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下午到基隆來參訪 被問到馬錫慧的看法 柯文哲忍不住出口批評 現場最新情形連線記者張燕青 好 各位觀眾 台北市長柯文哲下午是到了基隆來進行市政參訪 由基隆的立委參選人劉文雄陪同 但是被問到的議題還是不託馬錫慧 最近他這一次怎麼看待馬總統的表現 聽一段柯文哲的最新回應 你去買東西 當人家知道你一定要買的時候 那個價格就... 你就一定...價格一定吃虧 所以我非常清楚他...馬總統的困境 就是說...他如果抱著他... 我就說不要無所謂了 或是說他是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去的 他很多... 坦白講我還瞎發現他... 他怎麼會張志軍開會 他也開記者會 這個...要是有話就叫夏立言開就好了 那你覺得馬總統在作秀嗎 你不要一直老是引誘我講什麼話 哈哈哈哈 馬英九說他那個九二公司推動七年的兩岸成果的一個... 重點不是那個標題 重點是內容 所以...所以... 所以你要嘛 就... 只講台頭不講內容 怎麼...可是他這一次怎麼會連那個... 一個中國的原則都講下去 沒有...算了... 好的... 阿柯文哲表示呢 他知道馬英九這一次的困境 他買東西來做比喻 他說呢 如果對方知道你一定會買一個東西 那這個價錢當然一定不會比較好 那麼被問到呢 是不是覺得馬總統這一次在作秀呢 他則是說不要再逼他講出心理的話 他認為那個九二共識呢 重點不是在標題 而是在於內容 所以他很訝異這一次馬總統怎麼會連一個中國的原則呢 都講出來了 他還說呢 是不是頭殼壞掉 但呢他也說不要再說太多了 就怕自己呢 說太多又惹出更多爭議 以上現場最新情形